他是我国开国第一打虎将军 2011年刘少奇之子刘远 在会上正气凛然的表示 就算不要头上的这顶乌纱帽 也要拿下贪官 那么刘远为何如此坚定 说起他的坚定 既来自于父亲刘少奇 对他的教育以及革命精神影响 刘远自幼在中南海长大 可以说是在毛主席周总理 等老一辈开国元勋的关怀下长大的 只可惜这段幸福童年 极为短暂 1966年随着特殊时期的到来 刘少奇与王光美双双遭受迫害 刘远自此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短短几个月 他几乎看尽了事态炎凉 所幸他继承了父亲的坚强意志 在劳作过程中 他一有时间便刻苦学习 不仅在恢复高考后 成功考上了大学 还成功加入到了军队 2011年刘远被任命为 解放军后勤部政委 可他刚刚上任不久 便遭到军中老虎的叫板 那么他是如何与这个老虎硬刚的呢 点击头像进入主页 我们接着往下看 他堪称是最根正描红的红二代 2011年 刘少奇之子刘远首次以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的身份出席会议 会上他直接了当的表示要将反腐工作进行到底 此时坐在主席台另外一边的古郡山 脸色惨白 汉珠也滑落下来 古郡山从一个岌岌无名的地勤兵成为我军后勤部部长 这一切几乎都是他操作走动得来 早在部队时 古郡山圆滑的处事风格 便为他带去了许多好处 为了试图顺畅 他娶了政委女儿 并以此关系平步青云 2011年 他一跃成为了解放军后勤部副部长 可他并不知足 仍旧滥用职权 甚至还建立了自己的关系网 只为谋取更多钱财 刘远早就盯上了这个大老虎 只待铁证如山 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古郡山在得知自己要暴露后 开始对刘远软硬皆失 见刘远态度坚决 他竟放话威胁 那么古郡山为何如此嚣张 他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 点击头像进入主页 我们接着往下看 他是军中的打虎英雄 他不是武松 而是刘远将军 作为一个根正苗红的黄二代 他从小就对贪官深恶痛绝 看到古郡山凶狠放话 刘远顿时明白 他的背后一定还有靠山 果不其然 很快他便查到了一只姓徐的大老虎 身边人见其全是滔天 纷纷开始劝刘远就此停手 但是刘远却态度坚定的表示 就算不要乌纱帽 也要将其拿下 最后在刘远的雷霆手段下 包括徐姓大老虎 古郡山等其他大小问题官员 接连被捕 军中毒流 终于得以被摘除 无数百姓为之欢呼叫好 刘远让大家看到了 光明永远不会被黑暗掩盖 2015年8月 古郡山被判处死刑 别人不敢动的大老虎 刘远却偏要做打虎先锋 这种魄力不禁让人们 联想到了革命前辈刘少奇 刘远将军这种敢为天下先的爱国斗志 不禁令人肃然起敬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感谢大家的观看